中共的第二十屆一中全會 昨天上路巨星選出了習近平 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以及中央軍委主席 正式宣告習近平打破了任期限制 開啟了他執政的第三個任期 習近平在掌聲中走到記者會現場 也走到中共歷史的新高峰 他打破慣例23日在20大一中全會 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軍委主席 開啟第三個任期 我們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現在我們正意氣風發 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好國家新徵程 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習近平延續他第一個任期提出的 中國夢宣誓以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終極目標 在此同時他已經達成 中共第二三代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和江澤民都做不到的事 中國憲法第一條就規定 國家由中共來領導加上槍桿子出政權的思想 所以國家主席雖然是國家元首 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才是 實質上的最高領導人 而除了毛澤東當過四任總書記 其他領導人最多只當兩任 之後透過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來延續政權 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 取消國家主席只能連任一次的規定 如今他在打破只當兩任總書記的慣例 並連任中央軍委主席 獨攬三個最重要的職務 詮釋僅次於毛澤東寫下歷史 一般中共的任期就是兩任 可是除了習近平之外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他們歷任的 中共中央總書記 毛澤東擔任四個任期 華國鋒以及胡耀邦都是一任 然後宙子陽他是0.5 所以江澤民接了他的任期之後 他總共是2.5 那接著胡錦濤是兩個任期 而習近平他就是三個任期 那昨天這個一中全會召開之後呢 這個結果代表什麼意味呢 華盛頓郵報他就分析了 他說習近平將會加強他的野心 而且未來他可能會特別聚焦在國家安全 要挑戰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華盛頓郵報指出 習近平打破數十年來逐漸成形的規範 標誌著他十年鞏固權力的頂峰 以及中國共產黨不確定性的新篇章開啟 而有專家分析 習近平藉此發出了一個訊號 就是想聲簽 問題不再名氣 而是對我效忠 報道指出 習近平的第三任任期內 預期將會強化野心 特別聚焦在國家安全 以及挑戰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帶大家看到的是 國安局對於這個一中全會 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國安局副局長陳敬廣 他今天早上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三點來作為分析 第一個從人事的這個常委的名單 還有包括政治局委員的名單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 包括政治局委員的名單裡面沒有女性 而且打破過去七上八下 整整個這個領導舉起的這個名單裡面 可以看出貫徹習近平個人的意志 所以我們非常關注的就是 在他這個之前提出所謂的能上能下 以政治的這個忠誠為主要的一個判斷 第二個從人事我們去看政策 過去包括李克強汪洋 大家外界一般認為 他們在整個經濟改革開放的這個支持度 會相對比這個習近平在重視 整個國進民退等等這部分 會來的有一些制衡跟政策的一個走向 但是我們從這次來看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名單 比較偏向於這個習近平過去的這個 這個支江新軍裡面的這個成員 那所以呢他們會比較重視所謂的安全 第三個在對台的部分 程圖剛剛委員所關注的 就是反財圖列入他的這個黨章 那我們從他的這個軍事的這個 常委會的這個成員裡面 包括副主席跟他的這個委會的成員裡面 第一個他有這個對台的這個 比如說東部戰區的這個經驗 那第二個包括像那個 相關的成員也有一些越來越的經驗 這是我們一直在注意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針對他的整個對台 他可能採取的行動相關的增後判斷 我們基本上分不同的這個想定 都有所這個列入密切的觀察 但是有一點特別要去注意的 就是說過去我們一般很關注 中共當他發生內部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透過外部的方式來轉移他內部 所以我們針對目前中國大陸過去 常常都是兩位數的成長 到目前來講他的這個經濟成長 會處於一個衰退的這種狀況 那包括他的整個社會控制的問題 比如說在斯東橋事件 一些社會的這個控制上面 已經出現了一些破口 所以我們就是要關注的就是不排除 他為了要轉移他內部的 某些的這個社會問題跟經濟的問題 會採取一些外部的這個動作去轉移 在中共20大閉幕會議當中 有發生一個插曲 就是坐在習近平左邊的胡錦濤 疑似遭到工作人員強制的攢扶出場 官媒對此也有做出回應 是因為胡錦濤身體不適才把他給浮出去 那在推特中也寫到 當胡錦濤在閉幕會議期間身體不適時 工作人員為了他的健康著想 陪他到會場旁邊的房間休息 之後他已經好多了 好 雖然官媒有解釋說胡錦濤他是身體不舒服 不過背後的原因一就是引發外界的揣測 那對此法新社就整理了四個現在目前主要說法 第一個就是官媒說的是因為胡錦濤身體不適 那第二個是這個習近平容不下這個江派以及胡派 也就是江澤民還有胡錦濤世代的人 第三個是對習近平的不滿 可能是胡錦濤說了什麼話 然後讓這個習近平覺得很不開心 所以呢叫人把他給嫁走 那第四呢是這個不透明的中共政治 那也代表說習近平是掌握了大權 而且是沒有人可以去挑戰他的 那針對這個中共二十大通過黨章 邪入堅決反對以及赫止台獨 前總統馬英九認為中共已經喊很多年了 不必大驚小怪 馬英九受訪時表示 這個他並不意外 因為中共喊了很多年 這只是程序而已 不必大驚小怪 這也反映兩岸的關係正在惡化當中 然後 呢 還可以有很多元